我们接下来要把镜头转到现场 雅尼公司跟博三部落即将在今天下午2点 针对雅尼新陈山矿区内的373笔土地 是否继续利用开发来进行关键的投票 而目前会议现场的筹备状况如何 我们要请在现场的记者杂老来告诉我们 好的主播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在花莲县秀林乡的富士活动中心 那在这边今天下午即将进行历史性的雅尼资商同意会议 但是凡雅尼这却会成员他们则强调 所有的资商会议的前置作业都违反知情同意原则 也没有符合部落章程进行 但是部落会议他们则强调所有的一切的前置作业 包含资商都是符合规定 那今天召开这个会议也是多数干部他们的局议 所以是依法召开 那你可以看到现场虽然到场的族人还不多 但是工作人员也在加紧脚步 物资会场 那现场也开始有蛮多的警力到场开始警备中 那至于今天的资商会议的结果将会如何呢 我们将会在现场为你掌握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